大家好,天气冻都是煮小菜啦! 今天煮泡菜虾和豆腐煲,那你喜不喜欢吃泡菜呢? 不需要转煲的,简单用雅煲煮,一煲完成! 我是用急冻虾解冻之后冲洗,已经去了虾腸和虾壳,剩12盎司,需要拿干水分30分钟,不需要塑水,要保留一些水分,把它剪开小小粒。 需要先加调味,加一些盐,胡椒粉,再加一些粟粉,然后用鸡打碎,打一下停一下,不要打得太难。 打好后就是这样,有粘性,要用少少力才夹得起,不需要搭,放入冰箱保存,准备其他食材就可以用。 准备多两条葱,要切葱花,把葱花加在虾滑里搅拌均匀。 我用了一盒硬豆腐,你用滑豆腐也可以,切开你喜欢的大小。 泡菜虾滑豆腐煲,买一种你吃开,又喜欢味道的泡菜。 用2汤匙水,1汤匙粟粉,搅拌均匀,最后埋芡。 再准备多一片姜,要来预热亚煲,今次这个煲仔菜不需要用锅煮先,再转亚煲是一气可食。 加些油到亚煲那里,加上一片姜,然后才开中火。 慢慢地烧热亚煲,看到姜片旁边有气泡,表示亚煲已经够热。 用什么胶泡菜也好,胶就要干净,不要有水分。 用的份量,你想吃多少就胶比多,但要注意,不要太多过限。 现在将胶泡菜炒一炒。 然后就可以加入豆腐。 还要加一些适量的热水。 我是加到豆腐的一半。 那你想多汁就加多些水。 现在盖上盖子,将汤汁煮沸。 一沸起了就可以开盖子了。 泡菜虽然有味道,但只是泡菜汁就会很单调。 现在试一试味,再加点蠔油。 糖。 一些生抽。 还要搅拌均匀。 搅拌均匀。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加虾滑。 你可以用匙巾的,把匙巾弄湿。 然后搅拌一些。 搅拌的时候,把虾压成圆形。 好似一粒虾丸。 喜欢大粒一些,或者小粒一些,就随你喜欢。 那些虾丸做好了之后, 又可以盖上盖子了。 仍然保持中火。 煮大约1-2分钟。 视乎你做的虾丸有多大粒。 煮到全熟就可以了。 把虾丸搅拌均匀。 接着的步骤就是埋馅了。 要用粟粉水埋馅。 把所有食材拌均匀。 如果你好像我那样,喜欢吃泡菜的, 在锅旁边,可以再加多一点。 把所有食材拌均匀。 如果你好像我那样,喜欢吃泡菜的, 在锅旁边,再加多一点。 用锅仔煮,原锅上桌,洗小碟。 今天这个泡菜虾滑豆腐煲就说到这里。 请不要忘记订阅、分享和点赞。 有时间可不可以支持一下广告? 在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。